最近有位江湖龙哥引起了很大的风波,很多人都在讨论,有人问我,你怎么看?我怎么看呢? 其实有个答案,永远不过时,有话好好说,别动手,这位龙哥因为一件极小的冲突,居然和别人动刀,结果不慎刀落在了对方手中,面成了惨剧。 这件事,有人哭笑不得,有人一声叹息,今天甚至有人贴出了游戏图,一旦到底,对于这件事,我们是严肃的,毕竟,使者未大,我看到有人说了句,如果龙哥是搏击运动员,估计就不动斗了,直接两圈解决战斗了,很多人对于搏击街其实有个误解。 这印象大概来源于香港的某些江湖大片,我大哥,我二哥谁谁谁,然后尽头一切,那位大哥二哥就在打拳,于是乎,很多人在和我们搏击街聊天的时候,总会有一无一代句话,该天兄弟我有男,一个电话,兄弟可要随教随的,现实生活中的搏击选手,其实很讲规矩, 尽管很多版路出家,的拳手也有不开的过去,有些国外选手会过黑道,经历过江湖去雨腥风,后来打了比赛成为职业选手,成为了特别谦逊的人。 这是件非常奇妙的事,越是增加过擂台,越是懂得尊重,因为他明白每一季KO背后默默的付出,不只有自己,还有自己的师傅,自己的团队,还有很多在擂台下默默支持自己的人。 更有意思的是,搏击街还有个规矩,在擂台上,你可以把队,守当作敌人,但是只要比赛一结束,你们就是朋友。 搏击街的传奇,但今次中两集的世界王者美丽死神二屠戮,其司行科曾对我说,当初还有个学生,跟别人打完比赛后特别不服气,大声嚷嚷,我某某要杀了你,你某某某的。 结果为其司心科一见狂马,比赛是比赛,生活是生活,丽丑不是为了讲狠,而是为了让自己不断突破自我的极限,如果这点都搞不清楚,就不配在搏击街立足,在牛X的世界冠军,都不讲狠的,你说讲狠的都是什么人? 这都什么年代了,还靠动物显示自己的优越,其实无关搏击不搏击,任何人,在生活中,都不应该讲狠,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。 人有文化,有人说,功夫再高,也怕菜刀,这句话,其实还是在探讨谁比谁厉害,赎对赎错,自由法律确定。 但是有个道理更古不变,肖杀拔股,欺负弱小,自由天收,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,坏人终究逃不过惩罚,希望更多通过法律的方式,杀势,擂台解决,公平公正,愿赌服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